明天, 天啊 偷鞋可以生孩子嘛 偷鞋也可以生孩子? 是啊, 大人 我鄉下有一個雜族 她說大妻子偷男人的鞋 正所謂男孩男孩 那我可以生出一個慈姑丁 坦白, 原來你們都知道有這樣的雜族嗎 我小時候就聽過了 不過你沒想到 真的有人做了這麼無知的事 不知道走去做就叫無知 知道都走去做, 假的白天 是啊 算我, 黃鹿的老婆 無非都是想生孩子才這樣做 真偉大 到底偷男人鞋, 生男爹 這個方法是不是靈的? 是啊, 是不是靈的 舅奶奶, 你看你的樣子 好想你當然想嘗嘗 不是, 我好奇而已 你千萬別問 待會被人知道 說你不知道豈不是白癡 還有很多東西都很漂亮 好想吃香爐灰 把弟弟的衣服放在床底 吊個慈姑在床頭 吊起姐姐嗎? 慈姑是吃得那一隻 這種方法 我就是被那些雞蛋 也拋不到一隻出來的女人 有空沒有勢, 拿來做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拋過雞蛋 你不記得半天先的那支籤 說我們天璣宋子嗎? 用不著做那麼多事 別搞我 你真是當我浪得去明 這樣也相信 我也不會做的 你們不會, 難道我會嗎? 說得是無知還是白癡 慈姑一定 當然是靈安順其友 最好你們不去鬥, 我去鬥 偷了舅老爺雙鞋 這次就不摘定一股 生個慈姑了 對了, 舅老爺肥頭得耳 卸薄又縮骨 這個人又小器又自私 將來生個兒子出來刺他 那豈不是… 神不知鬼不覺 就偷了二哥雙鞋 這次還肯定沒有牽牙 但是這樣 二哥這人就懂不懂做 整個二世都一樣 身子有藥 最慘就是經常被二嫂和小嫂 學鬼注塞 十足十一個老婆老舊 我將來的兒子 怎麼可以像他這樣 行… 三姑爺讀這麼多書 又畫得一首好畫 真是並非浪得虛名 兒子像他也挺好 不是, 他多年應考都落地 自大財梢 現在還要入罪金家 每天都被三姑娘呼呼學學 搞得自己像狗一樣 生個兒子像他 不如生個叉燒吃掉他好過吧 應該要偷誰的雙鞋呢 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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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你呀, 別吵嚇壞人 別吵嚇自己 就是呀, 我免得跟你倆吵 不行, 我先進來 我進來先… 別吵嚇壞人 搞錯了 不要 有賊 我知道你躲在床底下 人家有賊, 抓賊 知道嗎?快點拉出來 給我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 這麼大膽輸進來 讓我打對反地才行 打 不要 聲音這麼熟? 拿出來, 不要 不要 誰是你們三個 你們這麼晚進去, 連房子裡幹甚麼 我知道, 他們偷鞋 連你們都… 你們真是很重不重 很信不信 怪不得我們不見了鞋 不知, 怎麼聽得上是婦姨呢 幸好我娘子的胖直的女爺多聰明 不是學著他們, 出來獻世 好燙… 姐姐 也太晚不偷了 小翠 什麼事?二少奶 怎麼?我西瓜一點都不冷 又不甜, 直到我嘴巴也嘴巴 我也不知道, 但我早就拿去水井冰鎮 還浸了整個時辰 怪不得, 浸了一個多時辰, 哪會冷 那我拿去浸 傻了嗎?西瓜都切開了, 怎麼浸 是呀, 現在浸不了了 回去工作 是呀, 舅奶奶 我想替你拿幾天 又拿?現在你很忙嗎 不是呀, 我嫂嫂嫂了 我哥想我回去幫她忙 上個月才聽你說 你嫂嫂嫂了她而已 是呀 拜託你就找另一個藉口 說謊已經是不對了 你還說得這麼差, 要你去加法試考 不是呀…我真的沒說謊 你還說嘴巴 不是你, 二少奶奶 沒錯, 我嫂嫂是上個月輸了 但這次大肚子的嫂嫂 不是上次的嫂嫂 這次叫我回去幫忙的哥哥 不是上次的哥哥 有沒有這麼容易大肚子 或者真是呢 拜託你們, 沒錢請工人 又學會別人大肚子 就是呀, 不自量力 怎麼了?你不舒服嗎 不知為何看頭髮 對了, 我也有點疑咬疑夢感 當然是這些西瓜有事 當然有事, 你看看 差不多是你們吃光了 你沒飯吃 我沒你們吃那麼多 沒事吧? 沒事吧 我也要回去休息 不用扶你 行了… 怎麼了?你又不舒服嗎 當然是他們倆遷我 沒事吧? 別走… 難道你西瓜有事嗎 舅奶奶, 我嫂嫂沒有回去幫忙 她會拿手不成小 你可不可以讓我拿幾天假? 那祝她祝回 謝謝舅奶奶 三小姐, 你不要吐, 行不行嗎 怎麼了? 叫你多做點事, 阿姨阿祖 不是呀, 你吐到我的譚歌滿了 我打算出去換那個而已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糟了, 又來? 很浪費 撞鬼, 你怎麼走路不帶眼睛 你撞了人又這麼大聲 撞鬼是真的 我撞鬼是真的 你也是的, 替我開樓 整個都慘了, 幹什麼呢? 日光日白都見到這麼多星星的 二少爺, 你沒事吧 麻黃人心灼藥湯 貴之五味脈東霜 歸其甘草汁兼補 虛人外感伏之腔 對, 爹 湯頭歌的缺你就背熟了 不過唯一知道 不可以一本通書看得老的 好, 讓我考一下你端麥的功夫 來, 拿著它 這日亭是甚麼麥 麥度這麼高, 當然是索麥 這日亭呢? 慢到豬油似墨也 這日亭呢? 往來流離, 應子圓滑 那種感覺就好像 酒豬落肉盆一樣這麼奇怪 有甚麼這麼奇怪? 書又不好好讀 我告訴你, 這種叫做滑麥 通常大肚婆有了沒多久 麥醬就會這樣 就是起麥, 爹, 我明白 爹, 不用考我了 不動的, 死麥 我讓你氣死也真 哪有死麥這回事 你再不好讀醫書 我將來怎麼交保健堂給你打理 不行… 肚子很混亂, 我要去茅廁 小心, 爹 慢慢來, 爹 不, 關大夫在嗎? 我就是了 不, 我們想找老一點的人 你找我爹嗎?他剛剛… 他剛剛有點急事走開了 但是我望文文切的功夫 完全承受我爹的真傳 隨便吧, 讓我看看 究竟為何我暈倒了 好啊 酒豬落肉盆?滑麥? 甚麼滑麥才可以? 滑麥就是恭喜恭喜 喜麥也 你真的說我有喜嗎? 你不是讓我開心嗎?我懷了身體 我若吐…吐得黃膽想衝過來 原來是懷了 謝謝你, 大夫 不用… 謝謝… 馬上走吧… 爹… 爹, 你也安排了很久 世事就是這樣了 你安排了這麼久的時候 有三個女人來看證 這麼奇怪, 三個都是滑麥 有甚麼這麼奇怪 我剛才在茅廁沒多久 就窩了三次 爹, 你說窩了甚麼? 去茅廁有甚麼好窩, 你真… 窩, 真是驚 今期自發, 就買驚脈廁 我剛才還沒說完 食製、實熱、談飲 都是滑麥 知道了, 爹, 食製、實熱、談飲 好… 夫人, 你整個下午整個小早上 你嘴巴不累嗎? 怎麼會累呢? 菩薩說今年抱孫, 累也值得 恩爽, 真是不得你不信 山神表那個菩薩真是很靈驚 我相信如果不是金夫人 你走幾個時辰去求支籤 菩薩那支籤就說我今年會添一丁 本日才說我家有喜事 怕今次也不會掉了 你們小心點, 甘住二次拉 是呀, 婷家嫂, 你沒事吧 走得像矮欄那樣 今時就不像往日 現在走步路也要靜著靜著的 畢竟是金家第一個孫 是呀 阿嫂, 你懷孕了 快點坐下… 小心… 我剛才去看大夫來 真漂亮 不行, 我進去裝上香給祖先 謝謝阿嫂, 一說起抱孫 流口水了 娘, 娘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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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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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怎麼買這麼多東西回來 沒有, 買好布, 製好尿布 給孩子吧 我看見花膠多漂亮 就買好一些回來 來吧, 你知道有個新妓 是要補一下才行的 你們兩個真是客氣了, 謝謝 買年來 你們兩個不是買東西給我的孩子嗎 買東西給我的孩子 原來你們三個都有新妓嗎 你們兩個有新妓 今天三喜立門 是呀 阿嫻, 這千萬金家今年 只添一丁 那是誰的生妓 是呀 慈姑, 看我們快要抱孫 恭喜你 謝謝…實話還沒有一片 三喜立門, 記得別走我們餐 怎麼會呀 到時候記得照片就是真的 一定… 一定… 先喝杯茶 慈姑, 我娘託我問你 是否需要奶貓 不用了 我恨抱孫行了這麼多年 金文一定要親力親為 慈姑不是吧 你老人家親自你 你別捉錯容神了, 我說臭孫 正所謂金不笑, 銀不笑 手抱孩兒, 嚇嚇笑 其中我樂趣不可以和人分享 不, 康哥…月哥 真是過兩招給弟弟 我娘子入門幾年, 蛋還沒生過一隻 是呀, 如果我娘恨抱孫 恨口水流乾了 再這樣, 我怕加辯 這麼大件事? 是呀 所以想請你們兩個打擾弟弟 康哥你就一此中的 若月哥你就一字雙雕 一定有些巧妙的 教一下弟弟 行… 趨嚴赴世世太嚴良 鳳哥… 有些東西想請教一下你 不知道你平時吃過甚麼呢 是呀, 有甚麼補品是你最喜歡吃的 原來我也這麼受歡迎 是呀… 因為他們人人人都有壺叫 唯獨是你母 你肯定有些東西與別不同 我們就以此為戒 免得像你這樣, 只有奸運沒有修和 富哥, 自點一下 是呀… 怎麼樣, 家裡拿給你贈慶 那就生氣了 放心, 富哥 正所謂日子要有恆心 鐵柱磨成針 豈是這件事一不離二不離三 下次到你了 是呀…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容易而已 沒理由 大家除非是同一間屋 斷鼓多少也會沾到龍氣 為何每個都有虎翅 唯獨是我動起來 有小相公才行 驚喜 沙燈, 回來嗎 整個人躺在你面前, 還問 是呀 你在吃甚麼 乳頭 是呀 你為何突然吃乳頭 口淡淡就吃乳頭 口淡淡? 上公, 忘了讓你看 你看看, 肉欠不漂亮 無端白事為何買肉欠你 看得對就買 我多說都會沾到龍氣 救命我還偷氣養肥 你為何這麼開心 終於等到兒子了, 還不開心 你好, 你包兒奶 你死定了, 你會很漂亮 你死定了 住手 你住手 我哪有才力 你自己說 我開心是因為你有了孩子 我有了嗎?我沒有 那你剛才吃乳頭 又說買甚麼肉欠給孩子 不是, 乳頭是替阿美和阿露買的 那次肉欠我們做獎盤 就買來送禮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你走 別以為吃六尾巴可以生兒子才行 煩惱 別以為每天吃藍組 可以生兒子才行 沒有, 知道 鄧慈姑 不是想生兒子也能以形保形嗎 浪費 你們不肯生兒子 實情你們不用補那麼多 好, 金家爺的孫子也在我肚子裡 你說是就是 我看著肚子就覺得我肚子裡的孩子 好像多了一點東西 多了一隻手指 這麼好胃口 舅奶奶 舅母, 你來得正好 你說我們三個肚子裡誰是兒子 不用搶了, 再過幾個月就知道了 舅奶奶, 二少奶, 細少奶, 三小姐 小脆, 你大嫂鬧了嗎 鬧了 兒子還是女兒 兒子 你大哥不是很開心嗎 還是大嫂鬧了 因為他終於可以打馬釣 他拖著兒子的時候 打出馬釣也會贏 還打碎了馬釣的腳 足足餓了十個月馬釣癮 現在好像放牢似的 什麼拖著兒子打馬釣會贏的嗎 所謂生兒子贏開寒 生女兒輸清光 不得你不相信 人家說我說, 不知道是否準確 有理沒理, 開太太 打了二十圈, 不能打嗎 不行, 還是有結果 就是了, 我們三個的輸 只有你一個贏 難道我們三個有陀女 真是你 對 不行, 要打到有結果為止 如果是這樣 你生兒子, 我喝不到你的杯 沒得了, Ken 這樣吧, 問我贏了 這次我不吃, 一次輸贏 都好 不是吧, 有和 說了最後一局, 不再打了 當然不行, 還沒打到有結果 就是了, 我有得摸的 是呀, 有得摸, 沒得吃 是呀, 我知道你要什麼牌 一索吧, 似乎三個一索 都在我這裡, 怎麼樣 還有第四隻 那一定是在琴舞那裡 不要, 別在我那裡 我…我也沒有 這次就不是我自貌十三腰 各位觀眾 我投的一定是持固定 是呀 是呀 你是不是當了蔡一同 那蔡一索呢 那這個…不是白打 不要緊… 拿個弟虎牌來打到有結果為止 好… 救命 好 三公 三公 不用看了 兩宗都是椰汁燉煙窩 一色一樣, 無多無少 我對兩位娘子都一視同仁 絕對不會口齒薄皮的 怎麼了?露露 好痛呀, 踢我呀 踢你呀, 怎麼會呀 我好快呀 又怎麼樣, 美美 三公呀, 她在裡面打關斗 打關斗 你真有趣呀 三公呀, 你要我殺鬚蝦嗎 三公, 這個也是你的骨肉 你不要… 行…兩個都是我鬚蝦 兩個都疼 那你疼她, 你替她改了是不是 當然改了 一男一女, 男就叫韋藍 女就叫藥師 韋藍乖 你說藥師, 我這個才是韋藍 藥師?還不跟娘生打招呼? 藥師打到一個關斗 好, 踢她大一點就適合她 是呀, 你們別再爭了, 好不好 那你說吧, 誰知道是韋藍 這個嘛 我這個是真韋藍 你這個是假韋藍 是呀, 真是實情的藥師 鬼男, 你要乖, 對藥師好一點 這盆不錯 老闆, 這盆絲綢怎麼賣? 一兩雅一像 什麼這麼貴? 這些是正宗杭州絲綢 不是普通人穿得起的 老闆, 那你算便宜一點 熟客就便宜 那我也算是熟客, 我每天都來 我認得你, 一天來兩魂 是呀… 難怪你光看不買你來運吉 那也叫捧離牆 你也叫熟客 就像金家二少奶一樣 離開都不是十匹八匹 這樣便宜得便宜了 金家二少奶? 金致遠的家庭那位二少奶 知道是誰嗎? 我知道, 她就是我女兒 你就是金家二少奶的娘? 我說吧, 慈禮公真 最出名的動物園 是我女生打了色 夫人, 原來你是金家二少奶的娘 你早點說吧, 阿成 什麼事?老闆 立刻帶這位夫人進去坐下 慢慢簡報 然後沖杯深茶這位夫人進去 好啊 那就差不多了 老闆, 有什麼新貨? 二少奶, 怎麼這麼巧? 怎麼巧? 領袖堂來了 真的? 什麼夫人在蘇州這麼遠來了嗎? 她說是二少奶你的娘 她是一位夫人, 她跟二少奶 簡直是同一個餅人 一看就知道是夫人相 說不是兩母女也沒人相信 那她現在在哪兒? 在裡面在選擇 娘來了時你共爭也不跟我說 我先進去找她 不是你嗎? 原來是你 你們兩母女見面應該很開心 怎麼貼錯門神這樣? 兩母女? 我閉著 我帶個來試 你明明是金家二少奶 當然了, 有假的 要不需要鑽在牙齒裡看? 你就是金家二少奶的娘 但是你們又不認是兩母女? 真是弄得我一頭霧水了 你不是一個女人都認娘才行 那我女兒是金家二少奶 你的女兒就是金家細少奶 說到二少奶了 整個洞在這裡 她想走?下輩子吧 你女兒是細少奶?你不是亂認嗎? 是…你自己弄錯了 看看這裡有多少錢 老闆, 這批布不是留給我的嗎? 阿成, 這批布給我打過半戒 給二少奶 是 老闆, 那我怎麼辦? 自己選一個吧 老闆, 還有什麼新貨? 有…坐著慢慢自選 阿成, 沖杯三茶來 來 當眾露我的臉, 天使會收拾她 誰這麼好會死 得罪我們慈禮公真自己受的女人 就是那個林藥露 又被那個壞人氣了, 娘 阿美, 你回來了 這次你真的要跟娘娘出一口氣了 回去打個林藥露一身 打人? 是呀, 粗身大小, 很容易動胎氣 是呀, 動什麼胎氣? 教我動真氣就是真的 阿美, 你說什麼?什麼動胎氣? 娘, 姐姐她有一身忌 阿美, 是不是真的?一定 真是天開眼 阿美, 你突然生個慈菇定出來 就沒有貧子貴, 娘就不用閉嘴了 你跟我說了林藥露 讓她有腳也沒辦法站起來 你這個如意算盤未必能打響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身忌, 除了阿姐之外 還有她姑仔今天 和你最喜愛的那個林藥露 都齊齊有身忌 糟了, 開圍式 那個金日就是金家的女兒 她生什麼對阿美也沒什麼影響 只不然那個林藥露和阿美也生孩子 她是金家的二少爺 好了, 她的兒子就是金家的長子的書 阿美, 你倆一輩子都被她騎著 娘, 你放心 兩個一起生孩子的機會是絕對沒有的 為什麼? 因為婆婆在山神廟裡求了一支籤 她說金家今年會添一丁 就是說我們三個的肚子裡 只有一個是兒子 這樣還有機會 只不過林藥露生女兒 你生兒子 你這個兒子就是金家的大孫 到時候又不同說法了 娘, 生兒子生女的東西 誰說得到的 不是, 你以為是宋子觀音嗎? 生兒子生女, 你說是… 豬肉串, 給我本人豬肉丸 好 你們別走 還有放口 還不玩?回家了 好 怎麼女孩子都這麼厲害? 那個張大媽也是 已經生了五個女兒 還不信且還要追下去 你說她這拖會不會生兒子? 很難說了 開了五舖大, 這次開小了吧 如果你願意賠, 我多多願意買 我批死她這拖還是生女兒 未預先知 差不多了, 你猜她家裡買什麼? 賣棺材嗎? 賣棺材當然是生兒子 通常叫少爺大官大官地叫 無溪得來也有道理根 禮不說 那她家裡買什麼, 搞得她生女兒? 她在家裡賣雅片 龍雅龍雅, 不生女兒就奇了 龍雅? 娘, 有什麼神秘要拉出來才肯說 老實說, 你金胎 是否想生兒子? 當然想生兒子 不過生兒子生女這回事 不能讓我控制 那倒是, 娘也不一定 讓你可以生兒子 只不過可以讓林若露生女兒 難得娘, 你開玩笑也不開玩笑 當然不是開玩笑 我有絕世好巧… 就是在林若露的床底放一塊牙片 龍雅龍雅, 他生女兒都可以 那你豈不是下酒? 那當然不是下酒, 是放風水質 不太好, 好像陰質了 什麼?只不過要她這胎生女兒 下一胎才生兒子 是次序的問題 對嘛, 又不是遷就她一輩子都沒有兒子生 但是… 但是什麼? 如果給她金胎生兒子 你還有定期嗎? 你不是自己著想 也就是肚子裡的著想 那…那什麼? 又要先下手為強 娘子, 吃鵝味 不要不要, 真好吃 你吃吧… 三妹, 你不是最喜歡吃鵝味嗎? 如果不喜歡吃, 我最喜歡吃番薯 是這樣的 大肚子的口味會忽然變了 大肚子的口味變不變, 我不知道 不過上公的口味就要被迫變了 我豈不是更慘 我被兩個大肚子夾攻我 他們不吃的, 全都給我吃 我現在的口味真的變了 變成一個哨水桶似的 人家真的吃不下 意思是你這裡只吃當歸嗎? 是呀 你當歸一股脫子 也不知道為什麼你可以天天吃 那些燒鵝比也夠難吃 你又一天吃十幾隻 當歸都不知道多好吃 一天吃中午餐也不怕 你忍著流鼻血呀 慘得過我的命經貴 我吃多少也不怕 三姑娘, 你就要小心點 你又想說什麼? 人家說大肚子吃什麼 不是自己受的 是肚子裡的孩子受的 若然要知道那孩子是怎樣養 看大肚子吃什麼就知道 是呀, 我真的說過 所以三姑娘你這麼歡喜吃番薯 將來千萬別生個番薯出來就行了 你也瘋了 你這麼喜歡吃當歸 難道將來生一塊當歸出來吧? 生當歸就不會生女兒 那就夠了 舅奶奶, 你不能說就說 你說的, 大肚子吃什麼 是裡面的主事 你這麼喜歡吃當歸 當歸是女人寶品 一定是生女兒 是呀… 舅奶奶, 你真是便秘, 浪得去明 偶有戒句 幸好我的孩子喜歡吃燒鵝腿 不是喜歡吃當歸 是呀?這些事哪有信得過 說來當笑話聽就算了 來…吃飯了… 吃吧 露露, 你還吃宵夜嗎? 臘腸卷, 雞子湯 你吃得很老 甚麼?我的肚子一整晚在哭哭 我就去廚房拿東西來吃吃 照舅母這麼說, 你吃得這麼老 是不是九成都是兒子 誰知道九成, 簡直是濕性 你幹甚麼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舒服了 你吃就吃十成, 嘔吐七成 剩下三成 你也不要死定了, 吃回當歸吧 甚麼?食物這麼老 孩子也有時候適應的 豬稱大就人稱壞 猴子稱成豬八戒 還是早點睡, 開胎吧 三公… 既然你對胎那麼緊, 不如這樣 別睡著了 胎教對於孩子來說是很重要的 既然你每晚都唸一首詩詞給她聽 讓她學起來, 說不定 將來好像甘羅那麼厲害 八歲就當成相了 你不是這麼認真吧? 你不想我孩子將來成才嗎? 好…唸… 兒子, 正在聽你, 爹唸詩, 你聽聽 聽著吧 積積, 伏積積, 難東呼積… 慢著 甚麼? 不可以唸這首, 是兒子 你在這裡唸一唸, 唸木難辭 你上去嗎?變老型嗎?唸多一聲 行…馬上找我 兒子, 剛才那首歌不好聽, 聽這首 這首歌好, 唱給你聽 羅法昌菇, 牌蘭蘇蘇蘇… 不能唱的, 相公 鵝飛, 大男人, 大昌君, 正氣 你忘了鵝飛怎麼死的嗎? 你想兒子好像他那麼慘 最多我明天買一本有正氣 下場又好的男人故事讀給他聽, 好嗎? 現在最重要是睡覺比胎狗好 相公, 我聽過風水師說 他說若然把床頭向著七星位 那就有機會生個腳踏七星 灌天下兵的七星仔 人家說有了, 不可以一張床 不然會有事 你搬而已, 又不是我搬? 你真是想… 搬吧 怎麼了? 真是有樹 一拾 吃, 清一拾, 索紙 你真是很旺 你偷偷也吃索紙, 最近你生的? 對, 到你一邊五看來 真是很像人的 嚴廁嗎? 是呀, 吸紙…一吸紙 吃東西跟叫狗一樣 都是受個胎兒的影響 你這麼旺, 索紙, 她一定會長得子 也是呀 我之前也吃了幾招萬紙 萬紙萬紙乾酸 不, 萬紙萬紙慢慢長得子 一拾小排也不能長得子 我也是吃了一副萬子 我之前吃了幾副童子 童子…我一定生個運財童子 是呀 你也說是呀 不是, 童子…外形像女子 你之前吃萬子, 接著吃童子 即使肚子告訴你, 你也是女兒 然後才生兒子 看見我是修律 人家是這麼說的 實情, 我之前每次都做索子 不過我看見做得悶, 轉可將 你別死撐了, 二嫂 一會兒你就知道 來吧, 行行行, 再打掛 九索 上呀, 九張索紙落地, 小心 你又九張索紙?阿美又是 我都說我是黃索紙 兩個人穿上一條褲子, 很辛苦的 不要勉強來 這些東西就是個兔話事 我也差不了主意的 清一色就是, 找一色不算數 我也悶得寫了 那就好了, 大肚子千萬不要吃白板 白板…挪底爛產 吃白板, 一定生女兒 是呀… 打吧 我… 糟了, 自摸白板 不行,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吃 一吃完, 他們一定會說我一定生女兒 老虎也不能吃 白板 十三腰, 單碟白板有得吃 是呀, 都排尾了, 還打三張? 就是呀, 我也靠樹隻白板不打的 我齊張, 留些番茄來, 幹什麼? 一定有古怪 你怎麼摺摸白板不吃? 原來真的有人怕生女兒 怕得鼻孔孔也沒肉 二少奶, 這肉很漂亮的 隨便選一塊 有哪塊陀座可以生小孩的呢? 這塊玉琦麟 馬上要 好, 謝謝十五兩銀 今年我們牧頭好將剛剛三周年 買滿了五兩銀就可以抽一次獎 二少奶, 那你就可以抽三次了 是呀 寶娃娃 這就適合你訂的小孩女兒玩的 初一是你, 我生孩子的 桃花? 別這麼邪的 香包 怎麼搞的? 雙女頭全都是女人的東西 二少奶奶, 別抽不是的 是別人抽到都是女人的東西 謝謝, 兩位請過來抽獎 竹劍 剛好, 姐姐 等第二天孩子出生的時候 有多人玩 二少奶奶, 譬如我那個抽獎 不是只是女人的東西 只是自己抽不到 冷靜替我包起玉琦麟 這隻金氏霉也不知道死去哪兒 叫她替我看著當歸 一定是在廚房偷懶 那些人都死去哪兒 你們猜猜二少奶和小小奶哪個生孩子 不如輸賭一下, 我做妝 怎麼賭呢?還沒見肚子吧 不過這樣才有挑戰性的 那我買二少奶生孩子 那出門禮呢? 我買二少奶生女兒 為什麼呢?為什麼要去參加女兒呢? 雖然二少奶奶沒見肚子 但是有些東西越來越少 最近二少奶奶吃得到當歸 還有去抽獎, 抽獎都是女人的東西 你們說是邪不邪? 邪… 那幾大都別跟天鬥氣了 我也是買二少奶生女兒 我也是 這樣嗎?那我就不輸了 我買二少奶生女兒 預約我 你每個都買山女兒, 想補霸化妝嗎? 封…我看得到 有…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為什麼我第一次穿了孔子? 是呀, 為什麼? 是呀 不過不是你們幾個東西 偷了啞片進去賣嗎? 沒有 不是為什麼會少了嗎? 真的不知道 你會不知道? 你連我山仔還是生女兒都知道 有什麼不知道? 你們, 待會我快點補回她 不是一會兒掉了一些髒東西 弄髒我的燉品 吃了之後, 孩子有什麼事? 你們是誰的? 二少奶奶, 當歸 當什麼歸? 誰告訴你我要吃當歸? 你平日每天都要喝五中的嘛 你不切, 馬上給我倒掉 這是什麼? 牛邊湯, 扣老爺的 快點倒 你平日說我吃當歸一定生女兒了 讓我吃牛邊湯, 生兒子, 你看 難道我這次一定生女兒? 二少奶奶, 婚姑娘來了, 在外面了 真的嗎? 是呀 為何喝過呢? 我怎麼知道 三妹, 這麼遠的路找我, 什麼事? 二姐姐, 你可否借二百兩給我? 你真是懂得開玩笑 林匯夫是益州首富富甲一方的 你還記得那個金釣童嗎? 記得, 那個江湖術士, 對吧 他不是替我林家三姐妹批過命嗎? 一字記之藥, 女生不得 他還說一生就破產 再生就聽賣售犯 自從上個月我生了一個女兒之後 我上公家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接著貨倉大火, 所有貨都燒光了 一夜之間, 什麼都沒有了 雯耳真是這麼慘了吧? 我們現在還欠人全身債 所以才找二姐姐你借銀兩來 以制而微之急 那個金釣筒真是這麼靈驚? 真的不到你不相信 我和大姐姐投胎也是生女兒 剛好生完之後 她上公的家也不行了 那怎麼辦?我還剛才有了 那你幾代都要生兒子 不然就像我和大姐姐那樣了 怎麼這麼久還沒生呢? 阿玥, 第一次做爹 是領悉心急一點的 生了 生了 怎麼樣?娘子 阿玥家嫂 兒子的女兒 看… 恭喜, 月少爺… 你們添到一千金了 生了生女兒嗎? 生女兒, 阿玥和阿玥這麼開心 是呀… 金票董跟我們林家三個女兒 批過命的 一自己知道女兒生不得了 生了之後我上公的家就不行了 夫人, 外面有很多觀察來了 真是好的不靈, 醜的靈 怎麼樣? 是呀, 去看一看 不要去呀, 放進去 究竟發生甚麼事? 甚麼事? 聖子道, 金家各人聽風 他們… 奉天成運, 皇帝召曰 即日要將金家上下查封 一見不留 為甚麼會這樣? 欣賜 風 這是不凍 住手 別凍 別凍 別有此理, 我們要尚書皇上 凍 停止… 有了, 風筆 風 風扇 風包 風 風 風肚 風包 風 復手 是, 復駕 風 風 風, 復嘴 我不放胸 再… 不行, 她不可以生女兒 我要偷偷一些芽片 是笑是愛, 難計得失意外 戲呀戲呀戲呀